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人生工作 21天 这天很紧 这天很大天 说什么 说不能怕死 不能怕死 李宗盛在说 你听着相信就对了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听 他怎么做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别怕死了 人家在世间 早晚有一天你就是会死 李宗盛说不用怕 李宗盛说一句话 说因为这个世间 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 不可以把你的灵魂 这句话意思就是 我们人的灵魂英文有点 听着这句话你便免惹 透透透 不然我们身体渐渐一天一天 你还活得保佣 还活得保佣 你不可能说保佣到一两千万里 还活得保佣 你八十歲,你不可能說真的親像四十歲的年輕人 不可能,要接受,要生人 生人說,眼睛慢慢的夢,雙腳雙手屁屁屁 要接受心中泡泡菜,心中慢慢的無力 吹起會開始爪起,會開始落起 慢慢各種的平常,外面看過,看不到的靈驗一組一組在拍 人生要接受這個東西,相當困難,真的,相當困難 所以一個人,二十歲到三十歲的時候,他會很快樂 我現在一直在床,我的前床,無恨的希望 三十歲到四十歲,開始生肯定煩惱 四十歲,二十歲到五十歲,真正開始落差 五十歲,要去到六十歲的時候,非常擔憂 六十歲到七十歲的時候,沒想要講話 七十歲到八十歲,沒想要換下去,沒有啦,沒這麼嚴重 但是真的很多人是這樣,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忍受,他的身體跟以前差這麼多 你說我們女兒人還好 女兒人,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年紀稍微看,比較有一個人 好像越來越可以退回太太的心情 以前,太太太說,在照鏡子說,我如果覺得我越來越老 我又覺得你很無聊 一間都在照鏡子,越來越老就正常了,不然越來越少年了 我人,大家也越來越老 越來越老,你不要接他就好了 我現在不會說這樣,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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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現在拿來越來越老 我不要這樣轉鏡子,我怎麼越來越老 對呀,一定很無聊接受 現在以前他如果說要什麼,保養的什麼 我如果說,不用啊,不用啊,沒關係,沒關係 你不要買太多就好,沒關係 我們太太當然也很好 都沒有用什麼明白 都自己DI上網查資料 看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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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 看別人,生氣又有效果 這整個過程,我真的覺得我的年紀越來越大 我越來越可以退回那種 十人,在照鏡子的時候 看到自己青春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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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逐漸的老去 那種感覺,我現在的退回真的很恐怖 真正的,真正有恐怖 等到自己看到自己麻煩磚療痕 都做完的時候 我想那種心情一定很難接受 一定很難接受 所以說老人要有退回 老人如果沒有退回 你的身體漸漸摆壞 你的頭腦地皮如果沒有增加,你就很辛苦 你如果說,身體漸漸摆壞 我們的頭腦地皮還在增加 這樣治療又可以稍微平衡一下 稍微可以稍微動一下 你如果看自己身體漸漸摆壞了 但是你頭腦地皮 你生命的地皮 哪裡沒到 你一定會很完蛋 所以亞蘇跟我們人說幾句話 說,要像像經營 你的靈魂的部分 亞蘇說,身體本來就會流 看比較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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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催眠 看比較開裂 一定要經營跟自己說幾句話 亞蘇說 說他們,身體的死,靈魂的死 讚 想到這個,有願望 你要相信 你如果說這樣 亞蘇會給我騙壞 我只有身體的死後 說不定我的靈魂沒有去 說不定我才去變白人 你如果像我那樣懷疑 你如果對亞蘇說的 我如果沒有信心 你會很難苦 你會很難苦 所以說要相信亞蘇的位 亞蘇跟我們說 你裡面還有一個靈魂 說人家窩的,不是肉體的窩 是人家窩的窩 是人家看不到的 那個靈魂鬼的 放在我們的生命中 有一隻 等你的身體過去 你的靈魂的出竅 靈魂的墊天 靈魂的 靈魂的 靈魂的靈魂的 靈魂的 相當地上 相當地上 把你騎士 說我們的身體 也是這樣 有一次 我們的靈魂 離開我們的身體 你就不用再 鼓掌這個身體 因為 你的靈魂的靈魂 研發有人在問 你們基督教對著 器官捐贈的看法是什麼 我說 這都沒有改 這都沒有要件 你們基督教對著 火種的看法是什麼 我說 傳統的看法 很難接受火種 人好好 怎麼會稍稍去 沒辦法接受 但是基督教 真容易接受 因為基督教 正經早就說 身體是減死 這個身體 本來就是會迫害 你沒修沒修 他也是會迫害 你肚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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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需要計較這些東西 所以你如果開始有這種關聯 你就將你的身體看得比較開 但是看得比較開 不是不用保養 我們小姐 改為中 優丸為中 一面化一面開心 這樣好的科技產品 讓我可以 還能動更久 讓我可以看起來更年輕 這是好事 因為看起來少年 你的心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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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靈 師傅 要保養你的靈魂 不是只有保養我們的身體 我們看很多阿公阿嬤 真是保養自己的身體 我們有一個婚姻 每天很早就起床 就先去散步 先去走路 走路後再去收水 每天都在逛逛 快樂又一隻 雖然是真是會所 但是看起來保養後很好 六七十歲看起來 都不像 看起來很年輕 那就是有保養 但是不像保養身體而已 你像這個中間 用兩小時三小時 去顧你的身體 你不能忘記了 還有靈魂也要顧 靈魂顧起來的時候 才會用 因為真正讓一個人換到的快樂 是他的心靈 當然你就要問 只要問心靈是要怎樣顧 心靈要安靜來顧 心靈要用心來顧 心靈是我們當時 是要用聽音樂 讓自己感受 心靈是可以參加一些 耶穌的活動 心靈是可以參加我們 文藝活動 心靈是當你開始參加這些 比較正台的活動的時候 讓你自己感受到 就說我的存在 讓你自己感受到 想到我做會 等你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怎麼擁重 等你的心靈的年紀 怎麼來怎麼生息的時候 你就磨豆接受 你的活表漸漸的老 你就慢慢地接受 有一天你一定會離開世間 你為什麼為什麼你會接受 因為你在這個世間 學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開始有一個感覺 就是這個世間 已經沒有什麼時候學了 當一個老人 一天睡到十幾點鐘 只睡一時的時候 他就慢慢有一個心理準備 一定會 你只要來心靈性 你一定有辦法接受 因為你自己的了解 我已經沒有年輕了 以前年輕時代 青年年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沒睡 幾年沒睡 打電動 還要去吃用 頭中島還要去打哪兒球 天氣熱 還要去騎腳踏車 還會攀岩 還會塑溪 還會這麼多 慢慢慢慢年紀大了 但如果真的跟一個會數 七八十歲的時候 一天二十四休息 只躲在那裡 只躲十幾歲 寸的 沒有躲在那裡 坐在那裡 也是一樣在睡 現在技術比較好 坐在那裡就可以睡了 吃飯 吃不太 想想 真的可以讓你心靈 生動的時間 甚至可能只有兩小時 三小時 所以人們如果怕到那裡 我幫你保證 很自然 你可以接受 說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以前睡六點鐘 八點鐘 現在睡到十六點鐘 十八點鐘 睡醒起來 去便宿 去吃一個飯 回來 就更累了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自己慢慢知道 差不多了 因為我在這個時間 我的心靈的行動 已經悠閒了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休息了 所以還有一隻 生命很自然 自然 像像貴子 吃得落落地一樣 有一隻你的生命 到那個階段 你的心自然的安靜 說我看要換一個寶 不能再用這個方式 不能再躲在這個時間 我現在就要去到天上 我要去另外一個世界 我要繼續來學習 我的心靈 我要繼續來生長 我在時間 是很悠閒 聖經裡面說 我們在世間 七十年八十年 神經你說像 古獄 聖經的人物 那不是七八十年 那有的 七八百年 但是聖經說 雖然在七八百年 其實 也是孩子 只不過是孩子 我們在世間 要吃百歲 在上台看 其實你說我一個 一百歲的老人 上台說 你這個一百歲的老人 你的生活 以我看 還是很幼稚 為什麼 因為很少的事情 你還沒辦法 你在世間 學一百年 學這些藝術 音樂 學這些科技 其實跟 上台的國 比起來 我們這些都 這樣而已 那都像一個米一樣 而已 米粒而已 你去上台的時候 你才知道 說 原來要給東西 還要這麼多 所以這種心態 所以要說 人要跟你害 只有害你的身體 害不到你的心 人要跟你打 或是只有打你的心 打不到你的靈魂 所以不用怕 就算有人跟你 抬 也是抬你的身體而已 你那個靈魂 那個真正的理 等你離開這個身體 那個真正的理 是 驚忍一個 更高深的 學習治路 這個是真實 讚 結婚一日 等一下 繼續回來 那個人 不敢 面對這些學生,還要面對觀眾,說很多很多,很要緊的錢力 所以你講完之後,後來就要上天去到天上去了 他不是死去,他是死了又換,現在回去到天上了 將來我們都對他的腳步,要回去到天上的地方 所以他所跟我們講很多很多,我們在世間,你自己去打掃掃,你就想不到錢力 其中最大的一個惡筆,就是生死的霧 生死的霧是這個世代,很多科學家,醫學家,藝術家,文學家 各種的人,他們都想辦法,想要來偷窺他的惡筆,想要得到一個答案 但是都沒辦法,都沒辦法 因為所有死過的人都沒辦法回來 所有現在還要外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來 惡筆,這沒辦法了 沒有人知道 只用藝術的而已 藝術說我是在哪裡,藝術說我死了要去哪裡 那都沒辦法了,只藝術說的 為什麼藝術說有準 藝術就是神來世間,你要先認罵藝術 藝術就是神來到世間,要來團養上天的親戚 要幫助我們人,要了解人和神的關係 所以藝術跟我們說話,所以藝術跟我們說這個疲憊 藝術說,藝術說,你女兒,你的生命我創作 所以你如果死了,死是換另外一個改單而已 那就像是神像說,藝術的畢業之後你去藝術 要換學校 要換學校 你靈魂也是要同樣換學校 我們的靈魂現在嚇在我老三個身體 上帝說,這好像藝術的畢業而已 你穿到百歲,就算有一次 你穿到兩百歲、三百歲 你如果要死的時候,那叫做疲憶典禮 疲憶典禮 所以我們應該每一個人,如果有一個離開 都應該會唱這個離歌 國小的時候疲憶典禮 你有感覺嗎? 這就是代表什麼? 畢業嘛 人生是畢業,但是畢業不是畢業 是藝術畢業而已 藝術畢業,還有國小 你說我國小在哪裡? 國小就在上帝那裡 在上帝那裡還有國小,還有初中,還有高中 大家還有研究所 上帝那裡很清潮,很豐富 所以藝術跟我們講 說,不要怕啦 傻小子,在怕什麼? 不用怕 不用怕 身體是渣時 靈魂是永遠 所以我們如果要你害 如果要你打 如果要你傷害 他只不過可以傷害你的外表 你可以補給你的內心 補給你的內心 讓人傷害不到你的內心 所以藝術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人要很可以 照顧自己的靈魂 所以我也是要帶親朋友 你不要只照顧身體 我們家庭主婦 不是只說 煮車子給孩子吃這樣而已 你要照顧他的心靈 你要用好話 照顧他的感情 照顧他的感受 你要常常給他堅定 你要常常給他學路 你要對他的孩子很好的 對你的家人很好的 不是只煮給他吃得頭好壯壯 吃得很大股 吃得很大吃 不是這樣而已 你要憂起他的心靈 讓他的心 因為你的外意 讓他的心得到擁有 讓這些孩子對他的未來 爭奪全沒那麼怨 讓這些孩子來認罪上帝 讓這些孩子知道自己的外力是很貴賊 讓你慢慢培養他的精神 讓你慢慢會照顧他的感情 這個感情會慢慢形成他的個性 慢慢慢慢你所做的 會沉浸到他的靈魂的沈出 幫助這個人 他對自己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人物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祖母的形象 所以這整個過程的重點 如果你是可以 最最用這種方式 在對待你自己 和你身居邊的人 你就會覺得 我會越來越快樂 我對著要離開 世間這件事 越來越不怕 所以這句話意思就是在這裡 你如果想到 哎唷 我要死 我會很怕 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靈魂要不準備好 你如果靈魂完全準備好了 你想到有一個要離開這個世間 你就不會怕 你就不會煩惱 你就不會像我們很多台灣人 靈魂自己去家的人 要離開的時候 哎唷 我們家俗 三十年 怕要死去 都不怕在那裡 怕什麼 怕說因為這死去不知道去哪裡 怕說我們不知道哪裡 做了不夠 他不知道想去 身體說 怕這不是做鬼 會來找我嗎 像我都很多很多懷疑 像我都很多很多無確定 因為我們並沒有準備好我們的靈魂 你的靈魂如果準備不好 你無法接受死亡 你不知道要怎樣面對死亡 身體裡面有一個人叫做保羅 保羅就是經歷過的上帝 上帝跟他講話 上帝帶他去過天上 所以他回來後 他說一句話 他說如果可以 我很想要趕緊去天上 我很想要去 不過現在世界要有人物 走不開 所以在這裡 玩得不錯 在這裡玩得很好 但是 眾人比起來 也是很好 所以他以前在學大學的時候 學校老師做一件事 他會帶這些人 帶這個高中生去學校 看人家學校的生活 因為大學都很大經 比我們高中更大經 帶這些青年孩子 看他的未來 然後去到大學看就說 這叫做大學 大學生可以不用請教學 大學生 大學生 大家很多朋友做會 跟他很好玩 大學生有很多社團的活動 等於欣賞 那個氣氛的時候 有沒有 他如果欣賞 他就想要去 他就想要說 這樣好 這間大學 我要來 如果以台灣來說 大家最愛考的就是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哇 真漂亮 鳳凰花開的時候 看那個學校裡面 那條路 那種氣氛 還在台北市 那種整個感覺 很多人都要來 你如果像老三 我讀台中的 東海大學 那也是很好 去到校 還有牧場 還有吃牛 還有一間高中 叫做路師義教堂 漸漸這樣 六星期六星期 都會有觀光 上來這裡吃土 喔 看他們說 欸 我最想要來討論 你了解耶穌嗎 當你若是 你的靈魂 若是 會很想說 有更好的學習 會更進步 你對著 你現在要對國小畢業 你就不會感到緊張 所以當你的心靈 如果準備好時 你對著 你的靈魂 要離開你的身體 你就不會緊張 你就不會煩惱 你會怕 你會怕 就是我們準備好時 會怕 就是我們沒有看到未來 你如果有看到未來 像聖經說的 保留 相對我帶他去看天井 還有這個世間 有很多人 都曾經有這個經驗 天才帶他去天井 去遊覽 回來的時候 像你說死的時候 他會怕嗎 他不會怕嘛 他怎麼會怕 他就知道他要去哪裡 他不會怕嘛 所以 我問問一個朋友 好好來參考 要說話 不太煩惱 不太煩惱 後一集繼續收看 謝謝 謝謝 不說不算話 那人坐在空中在飛 大家在那裡都沒聊 沒聊是不知道 做一些沒聊的事情嗎 我們來邀請一句空聲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進行介紹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玲 來 阿玲 你作為空中小姐 這個過程中間 我發現一句話 你覺得 真的很好笑 你覺得 現在會想說 是很難過的事情 是 有嗎 你聽說 現在想的時候 很好笑 但那時候想的時候 有一點點想起 過程就是 是我們吃豆腐嗎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有一次我們就是 讓客人吃飯吃了 我就在廚房在收東西 在看東西 在看東西 就有一個客人 就走到我的旁邊 大家有坐過回人家 就知道廚房 上阿玫 有一個門 對 那個客人就說 小姐 我說 什麼事情 他說 這個門可以幫我開一個嗎 我說 你開門要做什麼 這個門可以開 他說 我想要去一個 上一個 去一個 這個人家 他覺得他要去上 他要到外面的天空去上 他叫我幫他開門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他要去風景就對了 對 他要去風景 那時候我沒有這麼幽默 不敢笑 對不敢笑 還有一點想 這個門可以開 很危險 所以他很正確 老客人 我們這個門安全 我們這個門不能開 是 是 但是實際上會想起來 太過了 六百五 人家在風景中 叫你門打開 想說 那個風景很好看 你門開 我沒有一個想 他就是這樣想 是 什麼風景都有 都有 有 還要讓你印象很深刻 人家的趣味 是 還有一次 我還記得是 從台灣北京東南仔 我就在做餐點的服務 拍攝 餐點服務前 我們要做飲料的服務 對 對 所以我便把車 揹揹揹揹揹揹揹 揹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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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揹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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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揹 其實比較年輕 你覺得我這個人家是在做什麼 對 我說起飛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營養的服務 覺得他在亂的就對了 對對對 他就說 這樣如果起飛 這個繩子 不要動也不動 他動作教 要再握就對了 我告訴你 他是認真在說的 他不是在說笑的 他不是 他說這個繩子 要不在握喔 一般做文章想說 不要想說有人問什麼問題 不錯 你看到我都說過 聽到各種各種趣味的事情 聽到人的想法就是這樣 他會想說你不想想過的問題 我只是聽說有一次空車 叫阿嬤說阿嬤你叫你兒子別那麼吵 阿嬤說我都叫他去外國算他都不出去 完全喔 百百種啦 你在服務說我們自己去台灣人家 到外國人家 或是東南無一樣的國家人家 有時候你會感受到文化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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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外國人家 他們很需要說話 他們很愛跟你說話喔 對 他們很愛聊天 不過我們東方的 我們覺得做完事情 或是 不論是我們公眾小姐 或是人家 做完事情 我們就 他就不會跟你吵 對 他就說要吃東西 要喝東西 所以他如果跟你吵一定是有事情 是 所以他會跟你吵 但是如果有的像說比較歐美的國家 他們會覺得說 就是說 開港而已 對 他不一定說有一個目的聲 不會 叫你做什麼說什麼 可能就是 所以開港的內容什麼都會說嗎 都會說 他會問你什麼呢 他會說做這個工作好順暢嗎 對 他對對來他要去哪裡 他會跟你說 對 我就想說 你跟我說這個要做什麼 對 對 我們的生活是這樣嗎 對 我們東方的民主說 你跟我說這個可以目的性 是 他們沒有目的性 他們就是要開港 他們的門外就是婚姓 對 他們可能有一個動機 就是坐在那裡很痛 而且就是 台灣的火靈機 喝酒不用錢 可能 喔 可能會稍微看稍微看 是啦 所以你看 做好一個設計 其實 你如果人情去想都會有家裡的地方 不是只有空間的地方 其他行業都會有家裡的地方 大家要自己找一個家裡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的來賓 謝謝 謝謝 請就范 又請選擇 小獨居 wyb 拍攝 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